《铁帽子王》 我们知道,皇帝那儿子一般被称为王,明朝朱元璋共生育了二十六个儿子,除了皇太子和夭折的幼子外,其余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为亲王。 这些亲王的嫡长子依然承袭亲王爵位,其余儿子则封爵为郡王。 然而,到了清朝,封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,清朝从一开始就对封爵进行了严格的控制,哪怕是皇帝的儿子在没有立下军功或者其他功劳之前都很难被封爵。 如努尔哈赤的儿子们,都是在行军作战中立下军功,才被封为贝勒。 再如康熙皇帝的皇九子晋堂,很受康熙皇帝喜欢,经常跟随在父亲身边。 但由于没有立下功劳,一直没有封爵,直到四十六岁了,才被康熙皇帝封为贝子,爵位比贝勒。 还低,显而易见,只有立下极大的功劳,皇子们才能被封为郡王、亲王。 与明朝不同的是,清朝的皇子们被封为郡王,亲王后,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承袭下去,而是要逐代递减。 亲王那儿儿子,只能被封为郡王,再传下去,就只能被封为贝勒。 直到被递减到一定爵位后,才会禁止。 经过几代人的承袭后,当初在威名显赫的家族,基本上也就被边缘化了。 除非,这个家族种出了一两个很牛逼的人物,继续为朝廷立下很大的功劳,才能重现当年的光辉岁月。 唯一的例外是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。 铁帽子王无论承袭多少代,爵位永远不奖。 可想而知,能够获得铁帽子王的爵位,一定是对清朝开机创业,或统一全国立有大功的人。 清朝铁帽子王的数量也不多,近三百年时间里,总共封了十二个铁帽子王。 他们分别是,李亲王,正亲王,瑞亲王,玉亲王,肃亲王,宿亲王,庄亲王,克勤,君王,顺成郡王,宜亲王,宫亲王,宫亲王。 这十二个铁帽子王里,绝大多数是靠功劳获得。 只有一名例外,他是靠写字写的好,他就是庄亲王一框。 一框是乾隆皇帝的僧孙,生于11838年。 由于他这个家族不是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,几代传下来后,他只能承袭辅国将军的爵位。 两年后,家封为贝子。 1860年,咸丰皇帝过三十大寿,又被家封为贝勒。 一框不学无术,但是写得一首好字。 当年,还是义贵妃的慈禧,与弟弟贵祥通信时,经常找一框带笔。 一框认真真的完成了任务,获得了慈禧的好感。 慈禧太后掌握大权后,对义框青来六甲。 她利用同志皇帝大婚时机,将义框加封为郡王,同时授予御前大臣的职位。 后来,慈禧太后越来越看,公亲王一息不顺眼,1884年中法战争势力后, 以为米殷勋的罪名,将义公亲王为首的军纪大臣全部罢处。 慈禧太后赤退了公亲王后,一方面以李庆王释夺,代替为领班军纪大臣, 另一方面,以义框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,加封庆郡王。 1894年,慈禧太后举行六十大寿,义框被封为庆亲王。 1898年,在戊区变法中,义框帮了慈禧太后大忙,获得了世纪网替许可, 从此成为清朝第十二个铁帽子王。 1903年,军纪大臣荣禄病死后,义框进入军纪处,任领班军纪大臣。 至此,义框掌握了内政外交大权,权倾朝隐。 然而,义框虽然位高权重,却很贪婪,所谓能力其差,贪财系大不倦, 许多人不理解义框为何官越做越大,向慈禧太后提出反对意见。 慈禧太后叹了一口气,说,她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? 但是看来看去,还是她贴心,参考资料, 青史稿卷二版二十一猪王七等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